欢迎回到台湾大新闻 上周六淡水工商妇女协会举办捐血活动 红树林有线电视也一起协办 希望能够帮助解决血荒的困扰 由淡水工商妇女协会所主办的捐血活动 在上周六上午 于淡水水堆活动中心前登场 一大早不少民众就领着捐血资料准备抽血 现场许多路过的民众都顺道来捐血 而另外红树林有线电视也一起协办这场活动 为捐出热血的民众加油打气 而理事长表示 举办这场活动希望能够帮助目前缺血的血库 解决血荒的困扰 淡水工商妇女联谊会 我们在每一年的六月十九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五百代 淡水工商妇女联谊会是在每一年的六月十九 我们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我们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抛砖引玉 然后利用我们微薄的力量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出来捐血 让我们的血荒不再重现 理事长表示目前许多医院的血库都很缺血 虽然妇女会都会在每年的六月十九号 举办捐血活动 不过在当天还是希望能够有超过五百代的数量 而从现场满满的人潮来看 许多人都是捐血的常客 民众除了捐血做公益之外 同时也能够帮助自己的健康 民众纷纷玩起袖子捐出热血 也都说捐血救人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主办单位今天一口气出动了三部的捐血车 就是要鼓励当地民众多多参加捐血活动 响应公益 而此外主办单位也准备了许多的赠品 期盼大家都能够踊跃的参加 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记者是端一弹水采访报道